不知道他有个事吗 是吗 我还不是从来可以 寻有苏诗圣经之称的和平饮食一书的作者 维尔塔托博士11月28日 出席在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所举办的 纯束觉醒与世代对话座谈会 首次和台湾是一位积极推广苏时的青少年 同台进行交流 周一无肉日联络平台总造级人张又泉 说明了和平饮食中文版在台湾诞生的缘由 周一无肉日在2009年9月21日开始成立 2010年的10月我们到韩国釜山举办了一场游行 这个游行并不是抗议式的 因为我们的主题就叫向帕托里博士致敬 那我们游行也蛮成功的 也诉求了我们的目的 我们跟四百多位全球的科学家跟他们讲 请他们把主席留下来 后来巴托里博士终于继续游乐 那个活动之后 韩国朋友送我们的一本书 叫什么书 就是和平饮食的原文书 这本书我们就带回来 带回来以后由我们平台 英文最好的农民金融姐来读 他一翻到这个书里面 他觉得太好这本书应该来跟华人来介绍 所以他就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那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团体中文榜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我们龙敏金 龙敏金的译者 龙敏金 龙敏金 那思久安西大哥也是这个译者 他是帮忙教審稿 那今天的音乐是来自于有一天 我们在整个承办整个行为讲座的时候 有一天有个好朋友跟我讲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塔托博士 来跟青少年对一下话 我当时听到以后觉得应该如此 所以当时马上就呈现 今天要看这个讲座城市 我们找出了上年组 青年组 青年组 社长的青年组 已经在推博士的青年组 在当下的他那一期话 就已经出动了 我们要去把今天的讲座形式 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是我们要让年轻人 让年轻人来 来开始 做这个博士的行动 这场由周一无肉日联络平台 与新觉醒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的活动 邀请了塔托博士 与三位纯素少年 及八位长期 在素食推广耕耘的优秀青年 进行对谈 第二位呢 请将为大家带来分享的是 今年十一岁的 吕宏宁小妹妹 宏宁从小就喜欢吃素 对她来说 素食就是她唯一的选择 同时也会尽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 我叫与同梅他妮 今年十一岁 目前是个小学生 听说你有没有愿望 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会带来的人来吃素 哇 我会带来的人来吃素 请问你现在在学校 你从一年级到现在 你目前的几位 我应该有十五个 大家一起带我吃素 我会带我来吃素 哇 好棒 我在小时候 长辈都说 哎 你要多吃一点肉啊 这样长不大啊 结果到现在 他们又叫我少吃 就麻烦了 我在六年级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一个 英文的演讲比赛 主题就是 Why am I a Vegan? 我为什么要当一个 纯素的饮食者 这是当时的奖状跟照片 然后我也常常会带同学去吃素食 还有一位同学跟我说 哎 自从跟你去吃素以后 真的发现 其实每一餐不一定要有肉 也蛮正常的吗 首先 我是十三次的时候 我开始吃素 然后一年之后 我变成 Vegan 我觉得 哦 一开始吃素的原因很单纯 只是觉得哦 但我很可怜 所以就吃素 但是后来 就是一路走来 就是一路走来 我觉得我会越来越学习到吃素更多好处 嗯 我觉得吃素 虽然中文听起来像是 只是一个饮食的选择 但是对我来说 Vegan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是一种概念 你可以融入到你生活每一个地方 然后可以融入你的意识住行 嗯 这样实际上是最简单的 就是跟人的交集中 善待别人 或者是不穿戴皮革的东西 我都觉得是Vegan融入哦 嗯 我非常感激到这些孩子的美心 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努力 为这些美心的孩子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请我们欢迎第二阶段的 素食纪念代表上台分享 我在研究所 然后我遇到鲜舍的同学 然后我很希望可以 鼓励他们多吃蔬食 但是因为他们又很喜欢吃肉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是 去上网查 很好吃的食谱 一定要那种非常非常好吃 一看就让人家很喜欢的 然后去学怎么做 然后就煮给他们吃 就说你们要不要吃东西 我煮给你们吃 然后我虽然不可能每餐都煮给他们 但是至少可以许个愿 就是至少这一餐 就是你吃了我的东西 你就是少伤害了一点 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慢慢的鼓励身边的同学 这样 此今大川青年年龄 18岁的时候呢 我们的创办人呢 正眼法师呢 就有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呢 多素食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地球暖化 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当下呢 有一千多位的今年呢 就一起创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口号 就是 时代今年千万素减少百万CO2 我们的目的呢 是希望透过毒素减碳 减碳环保救地球 比方说我们在槟城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北部呢 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推了一个活动 叫做 Superhero 做出改变 拯救地球 你就是有 word 做出改变 拯救地球 你就是快乐 做出改变 拯救地球 你就是Superhero 兩年前呢 因為聽了塔托博士的演講 然後我就開始成為Vegan 然後我就像個直銷員一樣 非常想要跟人家推銷這些理念 所以說塔托博士他就是我做直銷的上線 但是呢 我有點不好意思 我的業績沒有他好 在國外有PCRN Nutrition Fact 這些專業的醫療單位在釐清這些錯誤理思 而我們台灣呢 我們吃素的理念比中國大陸 日本 韓國還要高 為什麼我們的醫療人員不懂素食 為什麼我們國內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為素食發生 今天我來到這裡就是要跟各位分享 各位 我們站出來了 我是師大動物陣線社長 那我們平常在學校就會辦很多的活動 那我分享大家第一步 如果你要跟朋友推廣熟食 怎麼可以怎麼做 第一個 沒有你使用過它 因為各位 有時候你說的千言萬語 還比如讓你吃上一個真正很好吃的素食餐點 那像我們學校設本聚餐的時候 每次通常都是去吃好吃的素食餐廳 或是吃好吃的素食甜點 或是到各地方去吃好吃的素食 那這個是就是在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的話 我自己的學校設本 我就可以營造一個很棒的素食環境 那如果營造一個這樣很棒的環境 那大家就更容易去 有一個美食去讓大家吃就很容易 它就更容易邁向素食 可是這只是第一步而已 因為美食的誘惑 其實如果它有的時候 不小心吃到更好吃的那個肉 那怎麼辦 它就回到原點了 所以第二步你可以怎麼做 你要必須讓它了解更多 因為美食只是外在的 可是內在就是 你要讓它發自內心知道說 為什麼蔬食很重要 為什麼蔬食對動物有這麼有幫助 為什麼蔬食可以對地球暖化這麼有幫助 所以第二步讓它了解更多 這邊主辦在會這邊收到了一個 一份身份相當特殊的朋友 他希望能夠上來為大家分享 那這邊介紹一下 他是一位 他是一位吃素的基督徒喔 那基督徒的吃素是相當的少見 所以我們決定讓他簡單上來為大家分享 以前的話我可以吃80個握手吃 或者是四片大張的披草 我沒有誇張 以前我100公斤左右 然後37腰 現在我是70公斤 29腰 當然我Vegan出發點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健康 而是因為動物的健康 但是成為Vegan四年以來 我沒有看過醫生 沒有用過健保卡 沒有吃過藥 然後我食量不但沒有變小 我反而食量變大了 那其實變大沒有關係 吃Vegan怎麼吃也不會胖 然後 而且我現在生活中完全沒有運動習慣 完全沒有 那可是我現在精神狀況 身體狀況都非常好 比以前好的很多 然後我今年43歲 所以說從所有的角度觀點來看 我覺得成為Vegan是我這一輩子最好的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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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呢 那上面就是除了分享我去過的一些純素的餐廳 然後呢還有就是我讓我覺得很棒的蔬食食譜 我覺得這是很多人是有需求的嘛 然後還有就是甚至是我自己下廚做的Vegan的菜色 就是都會放在我的部落格裡面 那當初會寫這個部落格啊 其實我是想讓大家知道 要知道蔬食者的生活和大家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會想寫這個部落格就是要讓大家 除了要推廣Vegan這個字 還有要讓吃肉的甚至說 對於純素的一些想法比較不一樣的蔬食者們 讓大家知道Vegan Life也可以過得很多彩多姿 那前面去聽塔托先生演講的時候呢 他說我們對動物的傷害也會以別的形式回到我們身上 那我除了就是認同這一句以外呢 我還想要多補充一句 就是說當你給予這個世界的不是傷害 而是愛和善意的時候 其實更多更多的愛和美好是會回到你身上的 那純素30天是一個活動 我們邀請各位只要你不是純素食者 不管你是混食者還是淡奶素食者 都可以幫我們參加我們的活動 體驗30天的無肉蛋奶蜂蜜的純素生活 它非常的美好 然後只要你報名參加的話 我們就會送你一件我手上的這件有紀念的T恤 對 然後它背後有一個很棒的標語 純素主義 可以代表我們的一個體驗跟想法 然後今天我把這件T恤送給博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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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只有在食物上面 你才可以落實這個Vegan的純素裡面 那後來到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舉辦了第一次小壽快樂 那時候也是有很多朋友的幫忙 像布魯葬 很多廠商 其實那時候有很多朋友 業界的朋友 他們都是說 我覺得這個主義很好啊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 就是從來都沒有過的一個生活節 然后我们集合所有的厂商来贩售这些东西 让适逼一个人朋友也可以很自在的买东西 那不是的人你来 你也可以逛逛 然后就是看看我们到底都在干嘛 其实这样的生活是很简单的 我今天要来分享我的故事 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平凡的学生 到现在也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这故事要从四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还是个独射机系的学生 那每天就跟大部分人一样 上课下课写作业交报告 那顶多就是打打游戏啊 跟同类出去玩之类的 直到我看了这部影片 一个多少次的演讲影片 彻底改变我的人生 这位讲者为了动物被逮捕超过十次 他曾经冲到皮草用紙场 救了五百多只原来要被做成皮草大衣的水雕 他导致一家公司破产 甚至被关到监狱里面被判刑六个月 我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觉得很感动 然后也很认同 于是就开始慢慢改变我生活中的饮食习惯 那我知道 那我一体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网路宣传的重要性 因为我平常对这类一体是不会有兴趣的人 也是透过网路 我需要办法了解到这些事情 那我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觉得 这影片真的太重要 我一定要到处分享给我的朋友同学 那分享 透过分享分享分享 半年下来 没有不超过五个人把影片看完 没有人改变 不是因为我没有朋友 是因为这部影片真的太长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我一样 坐在电话前面 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他看完 然后我就在想 那时候我读的是设计系 我毕业作品做的是动画 灵机一动 我可不可以把这一个小时多的演讲 浓缩成五分钟 短短的精华动画影片 让大家可以在下课下班 甚至上厕所的时候就把它看完 那我就开始计划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影片做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的影片 五分钟告诉你什么是纯素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 造成非常大的迴响 有十几万的观看次数 那这时候我再把影片分享给我的身边的朋友同学 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 而且五分钟很短很快就可以看完 至少了解纯素是什么概念 那一年过后 台湾素食营养学会找到我 白龙 我们看你的影片 觉得很有兴趣 我们来合作一下 于是就做了接下来的六支素食营养的动画影片 其中糖尿病这支影片 在网路上还突破一百七十万的观看次数 如果我一天跟十个人分享神数的概念 全年无休 我也只能分享三千六百五十人 但是他如果把动画影片看完 觉得很认同 他就会把它分享给他的朋友 那透过分享分享分享 唐跳冰这支影片高达五万多人的分享 超过一百七十万的观看次数 这是我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 这就是网路 打托博士在致辞的时候强调 是我们该觉醒的时候了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 不是社会上的各行各业 我们应该培养同理心 以仁慈的心来理解关爱动物及亲朋好友 如此才能引导周遭愿意踏入纯束的世界 他说台湾是个非常美丽健康且自由的国家 很高兴看到新一代的台湾青少年 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走到台湾各角落 去改变社会对纯束的观点 提醒他们尊重生物的生存权 保护地球 他很受启发 也非常的开心 活动最后 在和平饮食签书会中 热闹的落寞 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怕你们太无聊 所以各位猜一下我刚刚是翻译谁了 那我叫Ruby 她叫Janet 我们都是冰人 我六年 那你几年 我三年 三年 然后我分享一下这个Janet 她在帮忙 她知道她要帮卡头先生翻译的时候 她就开始看和平饮食 然后在捷运上看到 要有第几章的时候 就开始哭了 然后就变 变戴那个耳机 就变哭哭的很惨 突然 那个泪擦掉再继续哭 然后我就跟她说 没关系 我三年前也是一模一样 在捷运上 就是听唐诺博士的永生书 然后在捷运上面 就自己掉眼泪 就不管旁边的旁人怎么瞬目 那就是一种怎么讲 vegan 就是纯粟饮食之后 就会有一种心里面有一些比较 微信的感觉感动 就对很多的事情 对啊 就是有时候站在马路旁边 看着一个树在等过马路的时候 也会尿眼泪 就对 就是 变成这个人之后 有很多细微的地方 会有一些 很深的感受 尤其我朋友在念女嘉人 对对对